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就给大家讲《世界奇妙物》系列《妻子的记忆》 故事开始,男主正参加女儿的婚礼 突然男主上台致辞,说起了自己的妻子 当初自己工作很忙,一直没有时间陪妻子 直到这天,男主正和同事们吃饭 庆祝项目成功时,却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说母亲去世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因为妻子生前患有痴呆症 结果一个人在家时,不小心引起了火灾 被烟呛死了 男主看着妻子的遗照,回想起这些年 一直在忙工作,都没怎么陪过妻子 也从未做过家务,带过孩子 男主觉得很内疚,可之后 竟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这天男主下楼吃饭,竟看到妻子在厨房洗东西 被吓了一跳,可女儿却说什么也没有 之后工人来修房子 男主问他是否看到妻子 工人也摇了摇头 这时男主意识到只有自己可以看到妻子 于是他尝试和妻子说话 以为妻子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才出现的 可无论男主怎么问,妻子都不理他 男主很困惑 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研究脑科学的朋友 朋友则告诉男主 痴呆症患者会随着病情的加重 记忆力减退 但极少数的情况下 由于患者意志力非常坚定不想忘记 于是记忆就停留在了一定的时空 只有和患者意识产生共鸣的人才会看到那段记忆 就像放电影一样 重现患者过去的行为 自然他也不会回应你 男主听后决定和妻子的记忆共同生活 这天男主看到妻子出门也就跟了过去 原来妻子是去医院了 男主想起来这是三年前 妻子刚得失自己得了痴呆症 不停地给男主打电话 可他很忙没有接电话 如今看到妻子焦急的神情很内疚 之后男主看着记忆学会了洗衣机 还和妻子一起包饺子 只是妻子看不到了 自己也开始做家务 调衣服 这时男主才发现一个人做家务 是如此寂寞的一件事 这天男主看妻子从盒子中拿了一些钱 还将心打扮了一番漂亮的出门了 于是男主跟着妻子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 看着妻子吃了一顿豪华的午餐 但这也是妻子仅有的奢侈时光 因为大部分的钱还是存在了女儿的名下 回家的路上 妻子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没有回家 而是来到家附近的公园 坐在长椅上望着前方 直到一辆电车经过 妻子站了起来 向着电车挥手 男主回想起来 那还是新婚时期的约定 当时住在车道旁的公寓 两人就约定 当男主下班时 电车经过家 就相互挥手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妻子还一直记得 男主还和朋友说了此事 但朋友告解男主 你现在看到的13年前的记忆 等着三年过去 还是要再次分别的 男主却很坚定自己的想法 还辞去了工作 决定珍惜这最后的时光 不知不觉两年多过去了 男主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和分别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这天 男主半夜醒来 发现妻子不见了 男主知道 这是病情加重 半夜走失的记忆 他也知道 明早妻子就会被警察送回来 但还是忍不住去找他 最终在公园找到了妻子 也是从那天开始 妻子的病情开始加重 经常记不住回家的路 发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突然 男主看到妻子拿着报纸笑了 他赶紧凑了过去 原来妻子看到了星星宝宝出生的新闻 这是男主的思绪回到年轻时日 当初男主就是在大星星面前 向妻子求的婚 妻子表面吐槽 男主不懂浪漫 但还是开心的同意了 而现在 妻子连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却依然记得当时的求婚 很快 到了妻子去吃那天的记忆 当天妻子带糖衣服 忘记了拔地运斗 结果引起了火灾 妻子赶紧跑到了门口 但他好像又想到了什么 找到了之前放钱的盒子 和钱下面 正是求婚当天的照片 男主不停地让妻子快逃 但妻子却一直望着照片 男主很崩溃 这时妻子好像看到了男主 叫了男主一声 然后将手伸了过去 男主也握住了妻子的手 那一刻 妻子彻底消失了 男主很伤心 很愧疚 应该从一开始 就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的 而说起这个故事 希望女儿结婚后 两人可以接手并肩 度过这无悔的一生 并且 也千万不要忘记 正是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活中 才蕴藏着许多美好 之后男主也会坐在那个公园 拿着那张照片 等电车路过时 向他招手 故事就到这里 等你离开后 我变成了另一个你 和你却再也看不到了 人这一生如此短暂 有些人 有些事 转瞬即逝 而且没有时光旅行 没有记忆重现 我们能做的 只有真心眼前人 做好当下事 毕竟最美好的时光 就是现在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世界奇妙物语系列 乐乐以后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